指着车上的伤痕直说心在淌血 开车到大卖场购买防疫物资 要回家才发现车子成了这副模样 如果车子伤痕很严重 我才会那么生气 如果我说只是亲爱擦伤 我真的不会那么计较 说后车门有明显擦撞痕迹 就连板筋都凹了进去 这辆B&W 118i 钟小姐去年才购买 新车要价160万 18号下午到新店一处卖场购物 才停了一个多小时就无故被撞 控诉想寻求卖场帮忙 找出肇事车主却碰壁 他气的po文不满卖场态度消极 事发超过一周都没有接到卖场的电话 响吊监视器却发现停车位是死角 明明距离卖场入口只有几步路 却没有监视器实在很没保障 还指控业者在警方到场查看监视器时 也不让他进入 你们怎么可以是这样的 这样的态度 而且你们一家连锁大卖场 你们怎么会完全没有照到向外的摄影机 修车费用高达6万元 因为还找不到肇事者费用暂时 只能自己吞 而实际询问卖场没有多做回应 表示车主可以拨打电话 联络总公司协助处理 但因为车主只有保第三人责任险 加上还找不到肇事者 因此没办法获得理赔 只有假释和已是车险 才会针对不明车损 时报时销赔偿 修车费 秉序车险则是只有部分业者受理 而事故若是发生在非道路范围 还是可以请警方协助记录 作为理赔依据 双方载道调节委员会处理 万一没有达成和解 也能提出民事求偿 只是现在钟小姐连肇事者都还找不到 只希望卖场可以积极协助 追出撞凹车门的人 到底是谁 TVBS新闻林月明 郭颖新美食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